十八岁 我加入警队三十七年的服务时间里 我做过很多职位 巡邏小队 刑事部 但我最喜欢的是教学步操 因为步操是竟然培育纪律性的第一步 走好第一步至关重要 我叫高帝权 我是香港警察 早安Sir A班26人 26人齐 今天我的课是操中式队列 和跟你们练星琴 我没问题 我是警察学院 操练及枪械训练组教官 多年教学经验 让我对步操动作价轻就熟 直到去列 第一次接触解放军队列 我的职业生涯 仍来了全新挑战 我的梦想 就是能够可以跟解放军 学到中织步操 其实阿长知道我在部队之中 是最连长的 他都跟我谈过 他没有想着我会参加的 大家轻轻的抬头 去年2月 驻香港部队 应邀到警察学院 进行对列培训 在坚持下 我有幸成为第一届学员 亦都为这次训练 做出了疮痕准备 连续两周对列训练 依旧是一次艰苦的考验 高一点 再高一点 印象非常深刻 他首先年龄比较大一点 但是他在逃产上 不输于其他年轻的学警 但是如果你做到 解放军教官所教我们 怎样去做到 力水 即是爆炸力的话 其实你这么西微的动作 被人的观感 都是一个很精神 很有一个澎湃的力量 步骤动作幅度大 但细微动作小 解放军队列就刚刚相反 看似简单的动作 每个位置的细节都必须标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正步 正步 除了他的姿势 很优美之外 以下的苦工是十分之大 是都要有长时间训练 和体能的消耗 和专注力十分之高 所以 解放军教官的每一次教学 我都要不断重复连扎 而他们一丝不久的工作态度 和严谨专业的教导方法 让我受益非前 这个令到我是很佩服 可以拿他们来做榜样 希望能够 也都是一样 我将他们最好的一面 我吸收了之后 可以培育我下一代的未来警察 现在总体培训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他们各大GW的教官 他们自身动作学会的同时 还要学会我们解放军的一些 组训的一些经验方法 A班 天球令 切步 从去年十月开始 香港警察学员新招收的督察级和警员级学员 全面转为训练解放军队列 而我们将会把所学的一切 传授给新一部香港警察 我们将会教大家做一个升旗 有没有不清楚A班 A班 A班 留心了 好了 两位仔细接下来之后 放在右手里 搭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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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 从步操到对列 我们走出了十分有意义的一步 这个是历史性的转变 而我们正是见证者或前行者 时代的进步 一路一路都是向前发展 而步操 和去到现在中式对面 也都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也都是我们要面向祖国 和向一路向前看 不要再常常回顾以前 在后面的意义 就是我们已经回归给祖国 其实我们背后是有祖国强大的后盾 支持每一个香港人 向国者 正步一小步 卖足的不仅是部分 更加深做 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国家情怀 每一步都更靠近祖国 每一步都更有归属感 我是香港警察 可以按我的祖国 一步都更加深地 是我们马来的 交易 《生日日日日日日》 感谢观看